你见过这样的牛排吗 一整块牛排被切成牛的形状 然后放在一个烤架上面烤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做出这样的一块牛排 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是国外的一个年轻土豪 他从小就很喜欢吃牛肉 为了让自己经常吃的牛肉 吃起来不那么单调 他决定要把牛肉搞出一点花样 他花五千块买了一块顶级和牛 再配上五块钱的鸡胸肉 和一百块钱的三文鱼 他今天要烤一头全牛 为了切出一头牛完整的形态 他决定动用自家工厂的水刀来切 水刀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算是钻石在水刀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 更别说是一块普通的牛肉 他找来工厂里最好的水刀师傅 然后让他照着牛的形状切割出来 要说这个师傅的刀工 也是十分的了得 第一次切牛的形状 就切得如此逼真 整头牛看起来为妙为巧 然后再将鸡胸肉 切出牛肚子的形状 用鸡胸肉替换掉之前 牛肚子位置的牛肉 紧接着切割三文鱼 也是同样的方式 就这样一块完整的牛形状 就出来了 土豪也是非常的期待 烤完后的牛排会是什么样子 他迫不及待地 把整只牛排放在烤架上面 用手轻轻地把牛排摆弄清楚 然后开上锅盖探烤五分钟 煮熟后的牛排感觉挺香的 土豪用刀叉把牛排翻了个面 整头牛已经被烤得焦嫩 好在牛的形状还是非常的完整 这样奇怪的一份牛排吃起来不知道味道如何 土豪先用小刀挖出一小块三文鱼的肉尝了一口 感觉有点馋 味道一般般 不知道牛肉味道如何 土豪抓起整只牛 然后咬了一口 牛肉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总体还算满意 第一次自己烤牛排 打够五十九分差不多吧 吃一口也就够了 下次还是请五星大厨给自己煎好了 当然剩下的牛排也不能浪费 请水刀师傅来尝试一下 水刀师傅吃得就特别开心 第一次吃这么贵的牛排 果然味道很不一样 味道简直棒极了 果然跟着土豪吃肉都是特别贵的那种 不得不说这个土豪小伙真的很任性 花五千块买牛排只是为了玩 真是任性到家了